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,高雄市阿连区73岁独居王庆阿摩,一辈子从未与家人欢度母亲节,华山基金会今天,3日,特地安排20多名独居长辈与小朋友,一起和王阿摩提前欢庆母亲节,让王阿摩感动得热泪盈眶足欢喜,足感谢。 王阿摩边擦眼泪,边感慨坎坷的人生际遇,他说,丈夫40岁及往生,两人育有三个儿子,他含辛茹苦将三个孩子拉拔长大,未料,二儿子在十几年前车祸过世,大儿子去年也离来病逝,双眼失明的小儿子则在台北以按摩业为生。 王阿摩中风,右侧只踢无力,行动不便,几乎足不出户,十几年来都独居在阿联社区民宅,每个月靠住3500元的老人年金和小儿子的孝养金过活。 华山基金会七年前开始提供王阿摩关怀访试,护理,陪同就医等服务,今年母亲节前夕,志工人员意外发现王阿摩落寞寡欢,深入了解才得知,王阿摩这一辈子从未与家人欢度过母亲节。 华山基金会今天上午在阿联区老人活动中心举办母亲节欢庆活动,安排20多名独居长辈和可爱幼儿园小朋友表演歌舞同乐,小朋友还献上手做卡片。 阿联区长陈公福也到场制作康乃馨,并与王阿摩一起切蛋糕,提前欢度母亲佳节,温馨场面让王阿摩忍不住热泪盈眶,华山基金会阿联社区爱心天使站站长曾欣怡说,华山免费提供30老人服务,县正发起2018常年服务既爱老人动起来活动。 高雄BG上有65%的弱务长辈为获协助,欢迎各界响应爱老行动,爱心专线,07-696-1472。